昏迷了三四天的乔景文才终于醒过来,看到的还是熟悉的屋顶,身边两个孩子也不知道等了多久,双双趴在床边睡过去了。 哎,两个孩子真是贴心啊。 不知什么时候醒来的乔景文一点点摸缩着两个孩子柔软的发顶。 啊,娘! 最先醒过来的沈志书惊喜地看着娘亲,眼睛里的泪水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 沈志李也很快醒过来,两个孩子一起嚎啕大哭起来,立刻吸引了在外砍柴的沈渊。 你,你醒了? 没有一个人知道,这几天对于沈渊来说是多么煎熬。 老大夫明明说,很快就会苏醒过来,可是躺在床上的女人还是昏迷不醒。 除了还有微弱的呼吸声,沈渊都要怀疑这女人随时会离开自己。 嗯,我醒了。 两个人的目光在空气中四目相对,都在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欣喜。 爹,娘的药熬好了,你来喂吧。 沈渊低头,看到女儿贴心地把温热的汤药都端过来,想到这几天,一直用嘴巴喂药的情景,耳朵瞬间红了起来。 嗯,乔景文就让脸色爆红,躺在沈渊温暖的怀抱里,一口一口喝着男人小心翼翼喂的苦药汁。 我睡了多久啊,一觉醒来的乔景文觉得胸口的剧痛已经缓解很多,就是没什么药力常识,也知道自己的肋骨应该是断了。 刚才摸了一下,好像没什么事儿,难道是自己记错了?还是说昏迷了很长时间,伤已经好了? 四天了。 沈渊心疼地看着女人脸色苍白,心中还是在想去乔家偷偷地弄死乔游德。 我,我就这么在床上睡了四天啊? 乔景文扎折,怪不得刚才觉得后背顿痛无比,原来自己睡了这么几天啊,这要不是及时醒过来,恐怕整个人都要废了。